对于偏爱麻辣之味的重庆人来说 火锅已经融入了重庆人的日常生活 火锅味道的好坏取决于底料 10月25号 第11届中国火锅美食文化节上 各大火锅品牌企业老板齐聚山城 现场表演火锅底料的炒制过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 前来参加炒料表演的火锅传承人们 依次就位于自家火锅底料操作台前 紧张严肃地进行火锅底料炒制工作 施展着自家独门炒料绝技 只见传承人们将特制的牛油放入锅中 用勺子将固体牛油切块 调节火候使油完全融化烧至沸腾 加入葱段姜片 调节火候倒入花椒 干辣椒 大料等 边搅拌边看橙色 现场很快弥漫着火锅的鲜香 只见火锅传承人们一手掌锅一手掌勺 时而大火炒开 时而小火慢炒 不时添加各种香料 这些平时身居幕后的传承人们 展现着深厚的炒料功底 记者发现 有的锅里的底料非常红亮 有的底料色泽暗红 炒出来的底料各有千秋 重庆八九门火锅的郑江告诉记者 火锅底料味道的好坏 关键在于选料 以及火候的掌握 都会直接影响火锅底料的味道 选择的是无淀粉的任何豆瓣 然后来炒制这个底料 现在出现的这种汤色是不滚汤 不混濁 油色红亮 炒制完成的传承人开始聚在一起 交流炒料的经验 互相学习和借鉴 并且分享参加此次火锅节的感受 二统老火锅的卓小斌告诉记者 他是第四次参加炒料表演 通过与同行们的面对面比拼 可以更好的交流炒料经验 我们今天是第四次参加重庆火锅节 现场炒料比赛 在这里我们跟同行交流学习了很多 我们把我们最核心的技术 制作供应跟那些同行分享吧 对于炒料 每个传承人都有自己独有的见解 刘鱼手火锅的刘美表示 火锅如同人生 最初充满着酸甜苦辣 通过精心的熬制 最终麻辣鲜香 火锅是犹如人生一样 就是熬出来的 那么在这熬制过程当中 我觉得去享受 这个熬制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 然后就像人生一样 去体验这种酸甜苦辣 最后它才可能获得美味 辣椒与花椒激烈碰撞 一锅红油中 沸腾出一朵花的形状 传出阵阵鲜香 这就是重庆火锅 如今火锅已经成为重庆的一张名片 重庆市火锅协会会长何永志表示 重庆火锅走出去势头强劲 他非常看好 重庆火锅在海外市场前景 现在我们的火锅在国外开店的频路越来越高 而且成功率越来越高 以前我们的外国人可能只有主要是我们开在华人区 而现在我们的火锅在国外 很多很多的老外都能够爱上火锅 我们刚才说的麻辣无限全球共享 因为火锅是有记忆的 你吃完以后你都会想 所以因此重庆的火锅相信未来会全球开花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